大家好 上个视频啊 刚聊完这个徐晓东徐教练是吧 点名骂吴京啊 说长津湖的这个以吴京为首的这帮演示人员 你们这拿着这么高的片酬啊 你们应该把钱全部捐出来啊 你们不应该把自己这个钱全部塞到自己的口袋啊 你们要捐给那些抗抗美援朝的老 叫什么老战士啊 包括他们遗传的家属们啊 除了这个徐晓东啊 这个脑子不清楚之外啊 很多人说徐晓东没受过什么教育 对吧 我们得对他这个宽容啊 人家就是练武的 人家在武林行业打假 我说了 我上个视频说过 对徐晓东我们不能抱有太高的期望啊 毕竟不是读过书的人 知道吧 脑子里全是肌肉 这个大家都理解 但是呢 我接下来我再让大家看 一个文化人啊 这个人绝对算文化人 他的这个言论呢 跟徐晓东 有过之而无不及 谁呢 就是王志安 我们俗称的王菊 王菊啊 也不知道是因为疫情呢 还是那个拿疫情是吧 这个作为一个幌子 现在长期躲在日本啊 不回来了 王志安今天呢 在推特上也发 也发了一个这个推文 给大家念一下啊 王志安说 说实话 我觉得这种做法啊 也很有些侮辱英烈 电影不是不可以赚钱 但一部爱国主义题材的电影 电影中那么多英烈死的 那么壮烈悲惨 有必要为了票房数字 如此兴高采烈吗 这不就是吃人血馒头 吃高兴了 再点钞票吗 看到没有 王志安的这篇推文 比徐晓东 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起码没有错别字啊 起码读起来啊 这个语句算通顺啊 不像人家徐晓东 是吧 也是四行字啊 中间三四个病剧 读的你也是浑身难受啊 王志安 好记者啊 起码没有错别字 起码这个语句算通了 但接下来说他这个逻辑啊 他也提到了这个钱的问题 你看见没有 他跟徐晓东一样 对吧 你们是凭什么赚钱呢 啊 人家王志安说 这是爱国主义电影啊 你们赚钱 这就叫侮辱英烈 他是在呼应什么事呢 他就是在呼应那个 刚被抓的那个大V 对不对 大家知道吧 那个大V不就是侮辱英烈吗 包括前些时候 那个叫什么 蜡笔小球 也是因为侮辱这个英烈 侮辱这个处边的这些战士们 被关了八个月啊 还没出来呢 还有几个月才出来 王志安说呀 这个这叫吃人血馒头 但是王菊啊 我觉得你有的时候啊 就是好干这事啊 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发现他们记者的这个圈子呀 特别出人才 你发现没有 发现没有大家 这个 在这个在这个网站上啊 在这个网上阴阳怪气的 啊 指丧骂怀的 不是东西的 多字出 多数出自记者 王志安是记者吧 当年还是CCTV呢 对吧 什么深度报道 调查真相 是吧 那当年有一号啊 徐晓东谁捧的 王志安捧的 雷雷谁捧的 王志安捧的 对不对 那王志安绝对属于徐晓东的这个恩人啊 没有王志安 徐晓东 没这么火 呃 这个前两天抓的那位 哪的 新京报啊 对吧 新京报资深核心记者 这个我刚做一个视频啊 没看了 就赶快去点我那个视频看 做了一个专题 说他 那个拉比小球 什么财经周报记者啊 而且这些记者有一个通病 就是之前都报道过一些这个贪腐案 或者说弊案 由他们揭发出来 揭发出来之后呢 哎 每个人身上就开始有光环了 就开始开始有光环了啊 这个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这个咱客观去说啊 这帮人呢 都有一个通病就是这样 当年呢 也是混得风生水起啊 后来就是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 创造了好多 比如说网络的流量 一个一个都是大V啊 王志安在国内也是大V啊 对吧 拉比小球200多万 前两天被抓进去 那个200多万 都是这几百万几百万的粉丝的大V 但是你发现啊 这帮人都有一个不是说吗 通病 就是在光环之下迷失了自我 因为他突然发现 他似乎是中国人民的救星啊 没他 贪腐案件揭发不出来 没他 中国人民找不到灯塔啊 他就是那个灯塔 他就是那个天灯 知道吧 所以他一来二去啊 这帮人就越活呢 就越不像自己了 越活呢 越不像个普通人了 是吧 再加上有几百万粉丝的加持 了不地了 对吧 了不地了 看谁谁不顺眼 之前那个蜡笔小球 大家去搜一下 在网上跟您别人约架 知道吧 还约一个地方是吧 几月几号在哪里 你等着 是吧 我到我们当场来干一下 实打实的啊 线下干一下 结果跟他约架那个人人家去了 他们去 怂包一个看到没有 啊 那么这帮人呢 就是在这种一来二去当中啊 在这个网络的虚幻世界当中 突然找到了自我啊 找到了自己这种 像是这种公民领袖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人设啊 越演呢 就把自己的往那个真实去演 是吧 演的演的自己又信了 说白白就是 最后导致的结果就现在 现在这个比如说像王志安呢 啊 像这个 已经进去的 是吧 或者刚刚进去的 还没放出来的 就这帮人那种状态啊 其实这个梁胡达也很像 梁胡达也是记者呀 梁胡达真是体育记者呀 对吧 你看这记者这个圈子呀 这个出人才 对吧 出这个喜欢特别 特别喜欢出这号人 梁胡达不是也是大V吗 那么那多大V啊 那大V中的大V啊 大V中的老师啊 那还得了 是吧 梁胡达你看每次往那里坐 是吧 坐谁面前都是坐正中央 一副国师的样子 对吧 等着是吧 中国人民等着14亿人民 等着你给梁胡灌顶 是吧 等着你给指点迷津呢 啊 没你 我们就找不到这个人生的方向 对吧 中国发展找不到出路了 这般人就这种感觉 回头我再说王志安 今天这个话 王志安说这个爱国主义题材 电影啊 不应该讲究钱 是吧 讲究钱 就叫吃人血馒头 哎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在军事题材啊 或者叫爱国主义电影 这个题材啊 咱不分国界的去讨论这个问题 我突然想到一部片子 拯救大兵之人 如果你是一个美国人的话 你看拯救大兵之人 它是不是一部爱国主义题材的片子 百分之百十吧 对吧 票房怎么样呢 不光票房好 奥斯卡得了多少个奖项 名利双收啊 可谓是 那我想请问一下王志安 这个票 这个片子的票房这么高 你怎么不说 吃了那些什么 二战那些美军 美军烈士的人选馒头呢 啊 那个时候你去哪啊 截止到现在 拯救大兵之人 在整个军事题材 这个片子里 我都认为是一部经典 啊 长津湖咱抛开意识形态啊 抛开这种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双方立场不说啊 你整个对军事题材这个影片的拍摄 长津湖距离拯救大兵之人还是有相当长的距离 这我们必须要承认啊 结果啊 王菊又对我们是吧 自己的这个 我发现这帮人就有一个毛病啊 对自己人特别狠啊 一点不宽容啊 对待外面特别宽容啊 一定要包容啊 对吧 我们一定要害纳百川呢 结果关起门来对内狠着呢 除了这个拯救大兵之人 那多了 美国拍了多少二战题材了 因为二战它是主力啊 对吧 你说才 你说从这个某种程度上 美国拯救了世界 这个也不为过 我说实话啊 比如说他参战 参战之后 他的付出 当然他的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啊 有些人可能不喜欢听啊 我说的是实话啊 美军在二战这个期间 他的这个反法西斯的这个斗争当中 他的确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啊 后面他干了那些是不是人事 这个另说啊 什么除了拯救大兵费恩 比如说什么拍什么流氓党战役啊 珍珠港啊 这是不是爱国主义题材啊 这是不是爱国主义题材 票房都不错吧 拍那个新德勒的名单 多那个啥 多经典 多好的一部片子 新德勒的名单 我相信每个人都看过吧 感人吧 对吧 怎么样在纳粹德国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魔爪之下拯救出的那帮犹太人 最后怎么样 名利双收啊 这片子 多棒的片子 王志安 评论一下 你评论一下 美国拍的那些是吧 不管是二战也好 是吧 各种战也好 美国的那些爱国主义题材的影片 他们是不是在吃人血馒头 不说话了吧 我今天在王局下面我留言了 没回我 之前我有的时候留言他还回我 今天我留言他不回 假如没看见 装什么逼啊都 装什么都 对吧 就跟那个谁 那个谁连红拿着 那是奥巴马 还是奥巴马那个时候 竞选总统的时候 他去看了一次 哎呀 回来把他羡慕的呀 哎呀 你看一下美国这个民选呀 哎呀 这叫一个先进啊 这叫一个民主啊 你知道吧 当时他做那个直播节目的时候 对着全国老百姓在那 宣扬美国民主这套 我感觉他妈眼珠都快掉下来 哈拉都快溜出来了 结果呢 到了川普 是吧 四四五年前川普上任的时候 到了这次 川普和拜登竞选的时候 两届 美国总统大选 你看梁慕达出来 还做美国总统大选的节目吗 不做了 为什么不做了 他也知道没法做 美国把自己的玩残了 对吧 那你当年怎么做的那么下作呢 你看你的表情 梁慕达 是吧 你一个体育记者出身 你懂什么叫政治 啊 天天说什么 什么聊一聊什么体育评书啊 是吧 老梁什么聊聊电视啊 老梁聊聊电影啊 你聊聊这个 你擅长的还行 啊 有些节目做的确实是蛮有意思啊 也算是筷子人口 不要扯别的 我还那句话 不要夹带私货 你没那个水平 咱不是说看不起说书的 你就是个说书的 说书的 你就干好你说书的事 说书的好的 就大把 善田框 圆阔城 田连园 这都是说书的评书大家 你看人家掺和这些杂七杂八的事吗 你看人家掺和这些自己不懂的事吗 那怎么到了你们这就全成全成国师了呢 都成 啊 懂点体育是吧 干了干过几年体育记者 写过几篇体育文章 就觉得哎呀 体育 我门清啊 啊 什么都逃不过我梁洪达的眼睛啊 什么黑幕我都懂啊 是吧 谁谁谁我都见过呀 真他妈搞笑 真是他妈搞笑啊 这不是 中国体育他妈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你梁洪达出了多少力啊 没有你梁洪达 中国体育这个奥运脚牌上脚牌绑还登不上去了呗 对不对 奥运那么多就那块金牌 那么多块金牌有多少是你梁洪达的功劳啊 你装什么孙伟的 你干的就是那个本职工作你就吃了你就吃好你那碗饭就得了啊 我还是那句话不要最后啊演的演的自己都信了自己那个人设了好不好 跟谁一合影往中间一坐摆那谱 是吧 别人叫你一句梁老师 袁老师 王菊 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啊 你是客聪 谁拿你战将呢 你妈 真的服了 我才 服的透透透透透透的了 是吧 最后结局不就这样吗 是吧 蜡笔小球 进去了 啊 那位刚进去了 200多万粉丝 200多万粉丝算啥 啊 200多万粉丝在中国算个屁 得守法啊 首先你不能是个法盲 好不好啊 不要今天揭发这个弊案 明天揭发那个弊案 轮到自己就说 我对吧 我是言论自由啊 是吧 我言论自由 我们有这个保护英烈法 好不好 读一读法吧 一群法盲啊 都是 一群他妈的法盲 我这事是推心致富啊 好言相劝 对吧 王志安 当年你做什么调查记者的时候 是吧 深度这个采访的时候 有些节目是不错的 对不对 梁红达 我刚才说了 聊聊聊评书 聊聊体育 是吧 以一种这个自己的视角 一种比较幽默 晖泻的方式 可以的吗 干嘛非要掺和这些 你他妈不懂的事呢 不懂装懂 别人说你还不愿意听 是吧 谁一说你 你被打压了 对吧 我被制裁了 不让我说话 是吧 言论没自由 中国大门 始终对外敞开 要自由滚犊子 好不好 就像香港那帮人 要自由 愿意当英国人也好 愿意当美国人 美国人也好 没人拦命你 你知道你能在国外谋生 是吧 活得好 活得坏 跟中国人民一点关系没有 放心吧 梁老师 你们这帮人 这叫什么 我上期视频 他可能叫什么 中华民族脊梁 F4 对吧 你们这几块料 放心大肯走 走了 中国倒不了 中国人民每天该吃吃该喝喝 放心 不要每天那种是吧 苦大仇深 谁谁都对不起你 没必要 活得轻松一点不好 活得轻松一点不好 还是那句话 我们国内媒体这个圈子 记者这个圈子 就是他妈出奇葩